台東市公所辦理的駒馬迎春煙火之夜 2月14號晚間7點 耀眼絢麗的3分鐘開幕式煙火 環繞在國際地標周圍施放 讓海濱公園的夜空顯得璀璨熱情 晚會中頒獎表揚精英達人及創意花燈得獎作品 並邀請胡氏樂團、水精靈舞蹈團、 五夢沙城舞蹈團、三隻羽毛樂團 以及超偶性感女神朱莉靖登場演出 民國79年由李建志創立的玄武堂 帶來元宵最後一場炮炸邯燕野表演 五味肉身邯燈穿紅短褲赤裸上身 手拿榮樹葉輪番上陣 站在轎子上接受四面八方的鞭炮轟炸 高空煙火秀分為四個場地進行 施放2寸到18寸的各式特效煙火 煙火秀最後30秒全台最大18寸煙火彈現身 照亮海濱公園的夜空 把元宵活動推到最高潮 寫滿願望的三百盞天燈 陸續升空祈福 點綴海濱公園的夜空 並祈求市政建設發展順利 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許祖珍黃青海採訪攝影 飛不上去 飛不上去 所以還要看